好 彭下大哥 刚刚看到的是 这个萧美琴接受 这个美国知名的电视节目的 一个长片段访谈的 其中一个小片段 事实上他这一回合 对外的宣传 至少接受了五大媒体的专访 而且表现非常的突出亮眼 可是同一时间 中国一方面在网路上打舆论战 另外一方面 他真正的主战场 是在他内部的文宣战 对 刚刚我们看了这段视频 我们就发现说 如果跟秦刚比较起来的话 美国人会觉得说 萧美琴是自家邻家的女孩 这个非常有亲切感 而且萧美琴的英文 跟一般美国人 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一样 这个就是萧美琴的优势 而且他表达的条理 非常的分明 我觉得说就像刚才 事件议员讲到 我们认为说 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原则 OK我们也赞成 但是不要把台湾算进内 问题就在于说 中国的想法 不但跟我们不一样 它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 BBC的驻北京的记者 麦迪文讲的很有道理 他说这是两个假装的游戏 中国假装台湾是他的 台湾没有领土领空的问题 所以我应该要去就去 美国假装我不承认台湾独立 但是他对待台湾比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更独立 所以说这两个大国之间在那边 但是真实只有一个 现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如果你今天你要搞东搞西 坦白讲 那就看最后的权头谁的大 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些做法 事实上 它一方面是要先扬说 借机先扬说 台湾是他的 你要尊重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还有一个目的 它现在的做法有点什么 把台湾钓鱼岛化 各位看到没有 过去他从来不到钓鱼岛 后来开始他就开始 顺参罪 没事到钓鱼岛损一损 那么损久了以后 日本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他还是不得不等于是说默认 或者说忍受你这样子 在钓鱼岛的这种行使 你的所谓的所谓的管辖权 但是他现在想象对台湾也类似这样 他不断的这些借口 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挤压我们的空间 让我们的领海模糊化 先是中线模糊化 后来是领海模糊化 再后来领空模糊化 希望这样子 最后要造成一个新常态 新常态就是台湾是它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更强烈的反应 跟底气来面对这样的压力